哈囉大家好我是里昂 今天帶大家來看我新裝潢好的我家 覺得很不可思議的是這一面牆 看著這些獎牌啊 邊吃飯我都這樣 我覺得每一個牌它都有它個別而已 像這一個 它就是我們第一個年中賽的男雙冠軍 然後我們台灣第一個 再來這一個 我們第一次拿到BWF 就是世界雨蓮的最佳進步獎 為什麼會是選這個是你想要第二個介紹的 我覺得最佳進步獎不容易拿 就是那種世界雨蓮肯定你這一段時間的進步 那最後一個最重要的 擺在中間當然是奧運金牌 2020東京奧運 那你接下來又要去參加奧運了 對沒錯 有沒有信心 就是拼盡全力 希望可以代表台灣奪下最好成績 那因為這是你的退役賽 會不會給自己壓力很大 我反而覺得很開心耶 為什麼 我覺得超開心的 就是能夠代表台灣去參加奧運 本身就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世界上你要前13才有機會代表台灣 奧運就是說運動員都想要 在上面證明自己的一個舞台 然後也希望可以為國家爭光 以奧運做一個終結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 退役的舞台 不打球的時候最常做什麼 不打球的時候最常做什麼 那個爬電動 最害怕的東西是什麼 什麼 你的地雷是什麼 不尊重彼此 不尊重地雷 那如果遇到教練不尊重你怎麼辦 我直接對他 喔真的喔 開玩笑 接下來用三個形容詞 形容你的搭檔 王清玲 高富帥 那用三個形容詞形容自己 蔡英傑 蔡英傑的矮胖酬 三個形容詞 低調 好 陳文 剛剛在想有錢 但好像也沒有聽有錢 想一下換一下 會打球 退役之後 你會想要在家裡做什麼 在家裡煮飯 我最近真的覺得 對廚房真的有那個興趣史 真的我覺得我找到第二村 第三 第三 但我其實最想做的其實是 出國玩吧 第一個出國玩 然後 因為我常常沒有 我都做出國比賽過 然後其實出國比賽其實壓力蠻大的 其實 輸完球你就不會想要玩 因為你心情很差 啊你贏完球你就沒時間玩 其實它是一個很矛盾的事情 等一下 所以你是說 你從來沒有出國去玩過 對我大概去 出國大概 應該不下百次 但我從來沒出國玩過 一次都沒有 那在工作上面呢 有沒有什麼新的計畫呢 接下來可能會回到學校 國立體育大學 然後去 希望可以傳承一些 在可能合作金庫或土地銀行 這兩間球隊當初 給予我的一些價值觀 然後 傳承給年輕選手 要當教練的是嗎 沒錯 但其實是老師啦 那你覺得你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教練 我超級嚴厲的教練 我是一個 我應該是一個 在 工作場合很兇的教練 但是在 結束了工作時段的話 應該是一個 很喜歡 亂講話 很喜歡可以很親近的教練 我覺得我希望我成為這樣的教練 啊也希望說 這個初衷可以不要 不要被 可以 時間可以 衝走 希望我可以一直保有這樣的初衷 Gotta 我給你 Doktor 也講到 你 就那